我也是因為透過這本書 第一次能夠用比較寬廣的格局或視野來理解 比如同一件元宇宙這個事情 對所有的世代或是都有不同的階層的影響 它可以在很短時間讓我們理解到一個廣度 我覺得也是因為這樣讓我覺得說 這個元宇宙不只是一個科技發展趨勢或什麼 它其實是一個人類群體的潛意識或追求的一個東西 其實現在的社會已經走向有一個道路的方向 好像是已經打破了時間空間的限制 對我來說是我透過這個The Future 100 就是看到人類一個巨大的矛盾 未來有可能就是 就是我們都想要變成元宇宙的子民 因為在這個狀態下我們同時又想要保有我們自己的獨特性 群體的意識跟我們又想要保有獨特性 這兩個看似矛盾 可是它是其實撞擊才會產生我們很多未來精彩的故事 所以真的到最後都是回到我們自己 不管對於生存的恐懼 對愛的執著 然後或對自己的懷疑軟弱什麼 就是都會回到 都還是會回到自己的內心世界那個感動 那我覺得真的有力的請教是說 觸動每一個人心裡面的那個Touching的事情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才是最高明的 各位導演談完之後我覺得這百大趨勢 與其說它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可能跟科技有關 社會有關 然後或者是世界走向有關 我覺得它最終還是回到人的心智所向 我們人到底想要什麼東西 對我們人的未來一個方向 滑中其實東西一下就會消失了 他沒有辦法經歷過市場的考驗 或是那個消費者觀眾族群的考驗 可是真的留下來其實是 真的能夠觸動我們的東西 我覺得是這樣子